大乖已经产下十几枚卵 为了度过漫长的孵化期 他出巢觅食 补足体力 他很久没有独自出来捕鱼了 新婚前后 无论做什么 丈夫小黑总是陪伴在他身旁 而此刻 小黑却不见踪影 在大乖产下最后一枚卵之后 小黑就与他暂别 去往更宽阔的水域 那是很多鸭巴巴的聚集地 要等到秋天准备南迁食 一家才会团聚 这是中华秋沙鸭 沿袭千万年的习性 大乖要独自完成 孵卵和御厨的重任 身上的担子着实不清 大乖 大乖灼下自己胸前的溶雨 覆盖在卵上 来保证孵化的温度 他还要不时地挪动身体 给每个孩子均匀的体温 确保他们都能顺利付出 二十八个日夜过去了 小鸭开始破壳而出 一只小鸭的头被困在蛋壳里 大乖为他把蛋壳灼开 从第一个孩子破壳诞生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小鸭小家伙们 必须在出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 出巢进食 但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水雕是半水漆动物 雏鸟是它的主要猎物之一 这个贪吃的家伙 藏在石块背后 随时可能对下水觅食的小鸭们 发起袭击 大乖的巢穴被他发现了 他伺机而动 准备偷袭 警觉的大乖 让孩子们躲在巢中 自己出巢探查 水雕四处转移阵地 试图躲开大乖的视线 但居高临下的大乖 始终紧盯水雕的一举一动 找不到机会下手 水雕兴兴而去 一场危机结出 小鸭们已经等不及了 这只小鸭最勇猛 抢先跳了出去 温暖的巢穴再也留不住这些小鸭 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来 这是每只小中华秋沙鸭 必须经历的诞生典礼 还不会飞的小鸭 伸开稚嫩的翅膀 摔落在地上 幸亏 它们的父母早就选择了松软的草丛 供它们安全着陆 小中华秋沙鸭 从此将跟着妈妈在河滩上生活 再也不会回到树上 那些未能孵化成功的卵 被留在朝中 这是大乖的选择 也是自然的选择